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台大农场 而在我旁边的这位呢 就是台大农场农艺族的济世 梁群健 Kenji 哈喽 秀曼 你好 欢迎你来到台大农场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找Kenji 因为他是园艺方面的专家 很会照顾花花草草 我看你经常跟朋友分享 一些照顾的配方 是啊 因为从小就喜欢种花 种了数十年 再加上自己又是种花 种草的客系 所以把这些植物当作家人一样对待 太好了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 他们也想在室内种一些盆栽 但是往往种着种着 发现他们就营养不良 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非常需要专家来解惑指导 常常因为这些光线不一样的时候 植物会长得不太健康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施肥的方式来明补 光照不足的问题 施肥的方式其实是 一个比较不好的选择 因为植物如果长得不够健壮的时候 我们多次的肥也等同浪费 那倒不如先把植物摆在对的地方 让它长得茁壮健康之后 再来考虑施肥的问题 所以接着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你了 我们请Kenji来教我们大家 如果你的室内光照不足 要如何来选择栽种这些盆栽 介绍居家栽花的环境判断 首先一定要先判别光线是否充足 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你拿出一张报纸 阅读看看是不是会有障碍 如果阅读不吃力 这样子基本上栽花种草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要更好的话呢 你可以摆到你要摆放花草的地方 然后拿出一张白纸 在纸上30公分的位置 看看底下是不是有出现影子 如果有影子的话 那代表这个地方光线非常的充足明亮 那花草会长得更好 那解决了光线的问题呢 给各位分享一个免胶水 或者是不用太在乎胶水管理的一个 栽种的方式 叫做棉线吸水法 它的方式呢很简单 就是透过一条棉线 红吸现象慢慢的提供到我们的盆子里头 那这样子呢 你不在家的时间 植物会透过这个蒸扇的方式 慢慢慢慢从底下引流上来 那什么时候再浇水呢 就当这个盆子里的水没有的时候 我们再浇水 那居家该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只要一条棉线 以及捏纸协助穿孔 那你取得了这个盆栽之后 像今天示范的这个是美叶酥铁 我们可以把植物呢 轻轻地剥起来 然后呢在盆底的地方 将棉线 利用捏纸协助穿过孔 呈现一个优质型的状况 然后呢接着我们再把这个植物呢 种回我们的盆栽里头 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要将这个棉线的线头 轻轻地拉到盆涂以下 接着呢 我们就在这个上头呢 覆盖上适量的麦饭石 可以阻隔有机物 可以避免居家呢 文银之身的问题 那棉线呢 装置好之后呢 很简单 我们可以找一个水杯 然后将它放上来 形成一个简易的棉线吸水法 当植物的水分 底部的水分不够之后 我们再加适量的水分就可以 明线吸水法呢 可以有效管理家里的种子盆栽 以及各类的室内植物 但是毕竟是土耕 如果各位喜欢更干净的话 还有一种利耕的方式 可以协助各位在居家管理 照顾你的室内植物跟种子盆栽 什么是利耕呢 其实就是在盆树里面呢 放上一些颗粒状的戒指 这些戒指呢 可以是天然物 比如说像麦饭石 玻璃珠 或者是市售的这个发泡链石 蓝石 全部都可以成为利耕的材料 那要栽培利耕呢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我们选购了一盆 室内的罗汉松小盆栽 回来之后呢 要先把这个耕 完全地清洗干净 清洗到这些土呢 不带根上为原则 洗好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些准备好的 利耕的材料 逐步地把它放进来 我们的容器里头 那因为利耕也是一种 广义的水耕的方式 所以呢 我们最好选择不透水的容器 然后呢 缓缓地将这些发泡链石呢 置入住我们的盆栽里头 如果呢 担心我们的根系 没有办法碰触到这个发泡链石 我们可以利用捏纸 协助我们的根系 固定在这些发泡链石里头 那也利用这些捏纸的协助呢 让根系呢 能够跟我们的发泡链石 能够充分地match在一起 当我们发泡链石 填到八九分满之后 我们可以将适量的水 微微地注入我们的容器里头 注入水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留白的地方 放上我们可爱的装饰物 这样子立根就完成了 那这个立根呢 在维护管理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透明的作品 来给各位做说明 一般呢 当这个立根的水位 我们肉眼看得见 所以当它水位慢慢慢慢地 从原来的二分之一 变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我们就要在局部的装水 那维持这样的水位高度 我们就可以在日常生活里 把室内植物养殖得非常的容易 当我们从土根的环境呢 移至到这个立根的环境的时候 因为根部有大量的清洗 它可能会有受损的关系 所以我们移入立根的环境之后呢 我们需要利用塑胶带 来进行短期的保湿 那我们把塑胶带打开来之后 如果在夏天的话呢 我们建议由夏往上套的方式 将这个盆栽呢 拌套在这样保湿的环境里头 至少要摆放一周到两周的时间 当植物开始萌发新芽或新叶的时候 就代表它已经巡化成功了 这时候呢 就可以把我们的塑胶带移植开来 已经完成立根巡化的示范 如果你不想要买盆栽的话 最近有流行一种胎球的小盆栽 等会我做给你看 胎球是近年非常流行的一个 居家园艺的方式 日文叫做台域 那最早是起源于日本 这个运送盆栽的时候 要把盆栽拿起来 方便于运送 结果发觉没有盆栽的盆栽 也蛮好看 那怎么制作呢 当然就是选购你喜欢的小盆栽 那当然我们还需要 在居家附近采集一些青苔植物 那这个青苔的量 其实不必要太多 只要少许 那通常居家哪里 可以采到这些青苔呢 南边比较容易 还有潮湿的地方 取适量就好 那另外制作胎球呢 最简便的方法 就是使用我们水苔 这种材料 那水苔这种材料呢 其实是一种 苔显植物的残骸 一般居家的蝴蝶兰 使用的就是这种戒指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可能我们需要棉线 进行苔球的捆绑 那少许的石头 以及捏子 还有呢塑胶带 协助我们塑形 那接着呢 我们的胎球该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们先取适量的水草 或者是水苔 那大小呢 大概像一个垒球的大小就可以了 在这个塑胶带上头 我们先把胎球拍平 拍平之后呢 这在胎球的中间呢 放上适量的小碎石 放上小碎石的用意呢 是让这个胎球有一点重心 那加上胎球里头呢 有了这些小碎石 那它可以让胎球里面比较通气 那接着我们取出适量的植物材料 今天为各位示范的是竹箔 在选择竹箔的时候 我们不要选大小一字 可能有高有低 至少三颗到四颗的量 我们将我们需要的竹箔 轻轻地把它取出来 记得我们带适量的培养土 不要把培养土清干净 放置在胎球的正中间 然后呢 接着只要你会包粽子 或者会包饭团就会做了 我们利用塑胶带协助我们塑形 然后呢 把这个塑胶带的东西南北 中前右后 全部向中间靠拢 靠拢之后呢 我们利用我们的虎口 轻轻抓住胎球的上缘 另外一只手 利用合掌的力量 将多余的水分 轻轻地挤出来 完成第一次的塑形 塑形之后呢 我们把塑胶带拿开来 接着再利用你的虎口 跟另外一只手掌 进行第二次的塑形 这时候呢 您努力地把它捏紧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的根系 有水胎的保护 不会把它压受伤的 在它的上半圆的部分 加入适量的轻胎 再利用合掌的力量 把它稍微固定 固定好之后呢 接着我们要利用棉线 来固定我们的胎球 上棉线的时候 我们上棉线的这只手 请记得我们是以 90度的方向旋转 那胎球的呢 是以180度的方向的方式来旋转 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固定 我们的胎球 请看我做 在我们这个上线的时候呢 同时要稍微用力 然后在转动我们的胎球的时候 一样用力 然后旋转 边旋转的同时 边把我们的胎球的胎草 把它固定塑形 塑形到非常紧致的状况 胎球是一种水根的方式 如果各位没有把这个胎球绑紧的话 很有可能一碰到水的时候 它整个会散开来 当这个胎球呢 弹性度已经达到小手背的弹性 或者是耳垂的弹性之后 我们在胎球的侧边 横向的绕上三圈 三圈之后不需要打结 直接将棉线扯断 扯断之后呢 我们的胎球 再简单的硕洗一下 大致上就完成了 当你完成竹博小胎球之后 如果觉得它有点单调 不够丰富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常见的植物 比如说吊篮的小侧芽 或者是红线的心芽 这类容易扦插成活的植物 我们直接取下这个 吊篮的小胎球 上面的侧芽 然后呢 在这个胎球的上缘 我们利用捏纸 穿个洞 再将这个吊篮的侧芽 轻轻的把它种到这个里头 这样子呢 胎球看起来会比较丰富 层次上面呢 也会比较好看一些 当然如果你喜欢极简 建议各位就绑一种就好 等你越多栽培植物的经验之后呢 你再做这种组合式的胎球 会比较容易成功 那浇水的方式很简单 你可以直接用手触摸胎球 只要胎球表面干燥了 你就可以整颗拿起来泡水 泡完水再放回来 那今天呢给各位介绍是 利用这些胎球呢 来做一个组合盆栽 打造一个禅风小庭园 那这个胎球呢 日文叫做 Koke Dama 源自于日本的一个盆景艺术 那它又叫做穷人的盆栽 利用很简单的素材 不必要特别的盆栽 我们就可以在居家栽培我们的胎球 那当你买回来的胎球呢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利用碗 或者是小杯子 或者是浅碟子 都可以来培养我们的胎球 那培养的方式非常简单 我们把胎球放在这些浅拨碟子上 就可以直接摆放在 想要欣赏的客厅的角落 那怎么照顾管理呢 很简单 我们只要看这个盆子里的水 干了三两天再加水就可以了 那当你选购的这个盆栽呢 回来之后 如果要用碗放 这个碗可能有一点太大 那可以利用沥根的方式 我们在机部呢 放上一点发泡练时 或者是麦瓣时都可以 再把我们的胎球摆放上来 这样子呢 可以避免积水 造成滋生稳营的问题 那也可以结合沥根 居家管理我们的这个 这个胎球小盆栽 怎么打造一个 禅峰小庭园呢 首先可能要先选购 具有这种东方异象 手拉胚的盆栽 以及相关的陶藕 那因为是胎球的缘故 我们最好选购的容器 是不透水的 一样在里头呢 放置大概八九分满的发泡链石 放置完之后呢 再将我们选购回来的 胎球小盆栽 像这个是以服务完成的胎球盆栽 我们依照高高低低 依照个人的喜欢 依照一个次序 或者你自己的美感的体验 像这些胎球呢 前前后后的摆放在这个容器里头 然后再放上我们的小陶藕 打造一个东方的异象的感觉 那胎球的组合性非常的高 你除了使用我们的种子盆栽 作为主角之外 你可以选购相关的室内植物绑制的胎球 进行相关的组合 那可以随时在居家的角落呢 打造一个清凉的感觉 或者打造一个残风的感觉 或者是很简单 利用咖啡的小素描 一个很小的小杯 我们就可以在居家的角落 创造出一个绿意无限的感觉 看了看剧的讲解之后 我学会了用棉线吸水法 还有立根的方式 让栽种变得简单容易 还有你看那个胎球 是不是很有意思 让我也很想动手做做看 其实手作是很有乐趣的 我们接着带你到中台湾的一家手作工坊 去欣赏一下他们做的小陶藕 还有盆器 如何搭配组成一个盆栽的微型世界 隐身在周围满是绿意 碎石子路上的白色小屋前 再摆上一盏路灯 错落有致的景观 交织出的空间感 别有温度 这是愣子手作 现在大家的室内空间很小 所以我们才想说把所有的元素都变成小小的 我们有主角 有场景 有房子 有空间 然后在有灯了之后就有情境 从手作盆器起家的Kiki 当初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友开了一间冰店 让客人走进店铺 不只吃冰 更重要的是体验旧木 老物件搭建出的空间美学 也透过随处可见的绿色植物 和各种看起来憨憨的 愣子桃藕得到输压 桃藕大部分象征的其实就是自己 我可能在办公桌前面 但是我可以让我的那个缩小体 身处一个温暖的绿色植物里面 它其实都可以做出不同的样貌 坚持用手捏出的桃藕 有种朴着的童趣 愣子手作逐渐延伸出各种盆栽小配件 让照顾盆栽是种对话 也更多乐趣 植物它每天都会有它自己的状态 它今天渴了一点 它今天被太晒了一点点 其实你就会产生一个 每天有一个期待 有一个照顾 然后这些景物 你也可以随时做场景的变换 你可以重新组合 就算家中没有大阳台 也能借着桌上小物 打造不受干扰的空间 享受和植物的亲密关系 比如说我一个偶跟一个高一点的植物 就可以产生一个互动的对话性 你不用很复杂的园艺技巧 那你可能用一些高低差 简单就可以做出一个 你觉得有趣的东西 但是成就感其实是蛮高 发挥一点傻劲 多一点阿Q 把花旗当作舞台 摆设专属的场景 心情就此改变 透过手作温度与加法的过程 愣子手作提供不同选择 让人在工作之余 享受轻松慢活的DIY时光 你看这些手作的小陶偶 是不是让盆栽作品变得更有温度 而且富有联想呢 接着镜头 我们带你到日本东京附近的 奇遇室大宫盆栽美术馆去看看 这可是日本规模最大的盆栽博物馆 里面是应有尽有 悠悠岁月慢慢时光 浓缩在盆栽中的一颗颗植物里 感受曼妙事业与细腻美感 这是日本奇遇势力大宫盆栽美术馆 每年吸引许多爱好盆栽的游客 慕名而来 埼玉市是自然和国家 在大宫盆栽美术馆里面 擺平方式 我們在這裏的電腦發射 展場中特別展示傳統日式防射 在不同姿態的盆栽裝點下 展現三種空間格調 而日本常見的松柏植物盆栽 不僅為環境帶來綠意 枯枝 枯干代表生命的轉變 也是對美的體悟 在這裏表現的部分 自然的厚度表現 在這裏表現的造型 非常美麗 白和綠色的色彩 也能演出的真正 除了室內盆栽 戶外的回遊式庭園 一株株沿著小徑 水池邊擺上的盆栽 各自在一方天地盡情揮灑 讓人從各種角度觀賞 都是美景 對 將植物的開闊細膩 孤傲雅致 透過不同空間展現 大公盆栽美術館 呼應大自然變化 也傳遞日本美學文化 植物的世界非常豐富 讓我們一輩子也探索不完 魔法DIY種子盆栽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MING PAO CANADA